这个就是隋唐演义里边啊 演李元霸 哎 你看这边请来了王宝强 这个李元霸历史上就没这人 可是在隋唐里头他顶重要了 为什么呢 隋唐十三节里头有李元霸 头一条好汉就是李元霸 而且李元霸在这里头谁也打不过他 手指一对雷鼓翁军锤 你看他锤镇四平山 打的十八路反王六十四路阉阵 没有招架之功 所以这李元霸是这里最了不起一条好汉 而历史上李元从来就没有这么个儿子 李世民从来就没有这么个弟弟 他只是说书人呢 为了能够让这故事情节更加紧凑 好看 得弄出这么一个老大来 隋唐这个书 其实历来的说书人都喜欢这个书 为什么呢 评书他分长长袍带短打公案神怪鬼狐 这么四类 那么说帝王将乡的这位长长袍带 说这个打打杀杀的了破案的了 这位短打公案 那隋唐这部书好在哪呢 既有帝王将乡又有短打公案 揉在一块的 各种各样角色非常丰富 所以很多书是非常喜欢隋唐这部书 你看这次隋唐演绎呢 他的出品人就请来了著名的评书艺术家 善天芳先生 善天芳就说我们这个作品呢 正宗 正宗是什么正宗 是正宗的评书 不是正宗的历史史实 你看这李元爸为什么请王某强来演呢 就是善天芳评书里边 说到这李元爸尖嘴猴子 说话口吃 请了王某强来演呢 在某种城市来说还挺对焦 哟 什么管呢 我要大大大大伙 皇上这这这才好看 我就要是这一排 其实李元爸呢 不应该叫李元爸 他本来叫李玄爸 就是这个玄学的玄 为什么叫李玄爸呢 因为他生在道观里头 哭声特别响 有老道说 此人乃玄门之霸呀 玄门不知老道吗 玄门之霸 所以这么叫李玄爸李玄爸 后来这个书到了清朝的时候说的时候呢 话本也流传的时候 那个咱们大伙都知道 康熙年间 康熙叫啥 爱心觉罗玄业 这玄字跟李玄爸全冲上来 所以为了避讳 改李玄爸为李元爸 这个人物是这么来的 他也经历了民间陆续的演绎 传说话本的这种描写 行程里面吧 这个人 那么隋唐演义里确实有一些人物是历史上十有其人 咱们一个给大伙说几个啊 你像这个名气最大的 秦琼 可以说隋唐的根就从秦琼这起家 你一听小说里面一听秦琼 马踏黄河两岸剪打山东六府 晒砖珠 薛梦常 秦琼 秦淑宝 山东历城的普快 秦琼 秦淑宝 秦二爷 整个隋唐这部书呢 其实也是从老秦家开始 从他父亲最后这个兵败自杀 然后再往后到秦琼出世 你看有秦琼卖马 什么这个 杰石扇雄信 然后赵军林误伤人命 北平府比武 后来这甲里楼四六千亿 燃面独虚闹灯州 等等的情景都从秦琼这开始的 那么秦琼这个人呢 在这个书里头 听书里头 那是 确实是交由广泛的一个 等于说是梦常军式的人物 那怎么叫塞砖珠斯梦常呢 孝顺母亲像砖珠一样交朋友 仿佛梦常军一般 所以把秦琼列到呢 隋唐这个十三节里头呢 很多把他列到第十三位 上半截秦琼 后半截御师公 这个秦琼在历史上 应该说比这个 隋唐演义里头功夫还要高 但是隋唐演义里 给他附会了好多新东西 你包括仁义道德这块 一下子把秦琼给拖起来 你比方说咱们常说那么句话 说为朋友两肋插刀 这句话就是从秦琼这来的 有时候怎么 从秦琼那来 不是两肋插刀 你听说哪个历史事件里头 为了朋友 把两道插类出来 这一下不同死了吗 倒有插朋友两道的 没有两肋插刀的 真实的说法是两个 为朋友两肋插刀和两肋插刀 我跟你细说 怎么叫两肋插刀 他当初不是这个 程雅基尤俊达 结黄杠 结了48万两银子 把银子都够留下 若不然也有方 把你们都给拼了 当时结完了以后呢 这个事是山东地界犯的案呢 就交给了这个 几男虎 秦琼一调查知道 自己好哥们 程雅基由军拿干的 调查完了 他回来 走到一个地方 叫两肋庄 这个庄呢 就像人的两肋头 一排一排房子 这叫两肋庄 到了这两肋庄呢 秦琼就琢磨 眼前有两条道 插道 一条道呢 是回济南府 回济南府呢 就是复命去告诉 我案子破了 你们抓着去吧 抓车小金去 另一条道是奔登州 登州谁呢 都败黄杠 这个事情的 靠山王杨林在这 这个时候 秦琼就琢磨了 我要回济南府 等于把朋友出卖了 我宁可不要我这命 也得保朋友 所以干脆吧 破不了这案 我也是一死 所幸呢 染面涂须闹登州 到登州顶钢去 这事就算我干的 怎么叫染面涂须呢 都说杰黄杠这 程小金呢 蓝脸红胡子 我就把脸 秦琼大黄脸嘛 把脸涂成蓝的 把胡子染成红的 这叫染面涂须闹登州 我到这自首去 说我干的 杨林把他就给抓住了吗 你几个胆子 竟然赶着老夫面前撒野 拿下 所以你看两类桩这有个插道 这秦琼没有回家赴命去 而是染面涂须闹登州 为朋友两类插道 跑插道这走去了 从两类桩这赶插道去 就够义气 这是一种说法 第二种两类插道 眼泪的泪 就是这杨林把秦琼抓住了 一琢磨 这人主动来投案了 说他干的 估计是顶纲 所以这杨林呢 就套秦琼的话 说壮士啊 我知道你啊 有不得已的苦衷 你恐怕是来顶罪的 可是你顶罪 全的朋友一起 你想不想过 你家中有年纪八十高堂老母啊 你这一死 高堂老母何人奉扬 势必无比凄惨 这两句话说完了 秦琼心里感动了 为啥 秦琼大孝子吗 赛砖珠吗 眼泪上来了 这眼泪一出来 你别忘了他脸 涂的是蓝色的 这眼泪一出来 把这蓝粉冲开了 露出黄底来了 一下子杨林一看好啊 你这是染面头绪闹灯粥 你来顶罪了 这不是眼泪出来 顺着这有岔道 把脸的伞冲开吗 这叫未朋友两肋插道 所以这个是从秦琼这来的 所以你看这说书人能编着呢 还有你看家里头说是 过年上门神 门神就是有神书玉律 也有秦琼竞逮 竞逮谁呢 御斥功 御斥竞德吧 念白了竞逮 说秦琼怎么成门神了呢 我们都知道李世民呢 发动玄武门兵变 把这个大哥建成老弟元吉给宰了 杀了自己秦骨肉得的这个皇位 所以得了皇位之后呢 晚上睡觉睡不消 总学在这鬼来索命 所以翻越三更就找秦琼律师公两个人 到宫门这给站岗 不让大伙小伙进来 因为他最信任的两个将领 所以时间长了 秦琼和律师公两个人成了左右门神 所以这就是中国媒生秦琼竞逮的来历 所以秦琼这么个人物 历史上十有七人 武功比这个隋唐眼医力还高 可是隋唐眼医力赋予他很多 其他的人物性格 使秦琼这个形象丰满起来的 那么秦琼作为一个相对正一点的 就得有一个相对浑一点的 谁呢 陈耀金 别叫陈耀军 请翻版幅度达天下 你以后 歪点子多 正史中的陈耀金 是否果真如此 足智多谋 能掐会算的徐茂公 难道真的只是草头军师 五路绿林盟主 善雄信 又是否真的侠甘义胆 忠义良全 经堂木一排 听老梁继续为您评说 隋唐那点真事 陈耀金本名叫陈之杰 历史上也是有其人 他呢 跟秦琼他们一块打仗 跟着李世民 其实在正史上描写的陈耀金 平平无奇 就普通一个将领 可是在书里边呢 把他戏剧化了 把他当做个蠻汉子 出种游戏 你看使个八卦喧花斧 一辈子就会四招 前三招有时候经常来三班斧 把你吓住 所以后来有叫 陈耀金三斧定瓦 刚刚探的血 得龙头 成了一带混什么网 就评书里头特别需要 这种查克打混的人 所以等于硬生生的 把陈耀金给推出来了 当做一个喜剧人物 据说后来活了一百多岁 连儿子都快活到一百了 就解采定的